今天的主题叫做 心能转静 则同如来 所以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的心创造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 如果你能够改变你的心 你就能够改变整个世界 然后呢 我们今天有三个重点 我们透过这个图 透过维世学的学习 我们会学到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所有的物质世界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静 所有的物质世界都是从什么地方造的 心 那我们等一下会看我们心怎么创造 怎么造出来的 它怎么变出来的 然后再来 第二个重点就是 如果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 所以它就是虚假的 所以我们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所以希望今天你能够看明白 从这个图里头看明白 一切都是一个假象 我们才能够放下 艳离缩佛 心求极乐 因为这里真的是假的 真的是假的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要善用我们的心 来做什么 来意念佛菩萨 来观佛 要用我们意念的力量 来观想佛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 这个是华严经的观修 就是叫做心能转静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因为我们的心真的有无量无限的力量 那只要我们懂得去开发 它就出来了 那所以这个是三个重点 希望今天今天会学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其实跟上个礼拜的也很像 只是现在变成一个图 现在变成一个图就比较好懂 它有里头跟外头的世界 所以呢 这一个方格里头 就是整个宇宙 那整个宇宙呢 是阿来叶是变出来的 整个宇宙是阿来叶是变出来的 所以它是这个方格 那这个圆圈圈 圆圈圈圈是什么 这个大圆圈圈是什么 是我们的身心 我们自己 这个是我们 这是我们的正报 这个是我们的一报 那我们就这样子 先明白 这个是里头 这个是外头 这是外头 OK 好 那我们的里头呢 你看到这里中间有一个大圈圈 这个大圈圈是什么 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 这是我们的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也在这里头 因为它是意根 那所以这个整个呢 是我们的思考 第六意识就是我们怎么思想 我们怎么想的 这是重点 因为心能转悟嘛 对不对 所以第六意识是这个主要的一个大圈圈 那外面有五个小圈圈 五个小圈圈就是前五式 对不对 前五根跟前五式 好 那所以我们看 所以我们这个前五式呢 会对外 对外 所以这里有箭头会讨出去 所以我们看这个 我们这里头是我们的思想 那我们这里呢 是我们的眼根 这个红色这个是眼根 眼视在里头 眼根是这个圈 眼视是这个小的 小的 这个绿色这个 所以我们的眼根对外看到色什么 橙 就会产生什么 眼视 眼睛的分别 看到好看不好看 就会分别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耳根 听到 耳朵攀圆 深层 会产生什么 耳视 耳朵的分别 好听不好听 然后呢 再来我们会鼻根 对不对 然后接触 我们的鼻根接触 外面的香层 会产生什么 鼻视 鼻子的分别 好闻不好闻 然后我们的舌根 会对外参元 未尘 产生 第四个是 舌视 然后我们的耳根 会接触外面的促成 产生什么 声视 然后我们的耳根 是我们的第几意识 第七意识 这个我直视 它会去攀缘法成 然后呢 就会产生第六意识 就会产生第六意识 所以总共呢 它就是六个 六个加第七意识 那加整个就是 八识就是阿来业识 对不对 阿来业识 那这里我们先复习一下 上个礼拜的祭送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要复习一下 八个兄弟怎么样 一个胎 一个胎 八个兄弟 一个胎 然后一个伶俐 所以这个 第七意识是林立 因为他很聪明 他其实是老板 他不太出身的 但是他像那个太太啊 对他的总经理啊 就一直绵绵细语 就一直讲一直讲 叫他去为了我 造很多贪生痴 他就告诉你应该为了我 去想这些事情 所以他族人 对 他是主导 他在这 太太在那边 我一直讲 然后他就 先生就去做 所以这个 然后呢 所以呢 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灵力 那一个谁呆 那夜市 因为他只是一个仓库 善的也存进去 恶的也存进去 那主要是 其实主要是我这个有个箭头 这第六意识主要是这个 存进去 因为这个造业 最造业的就是我们的思想 他造了所有的业 前五是 他是 第六意识主导的 他是主导 他是主导 所以 我们这个颜色 它不太分别很小的 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最主要就是他 他就是把夜造去 给阿兰夜市 所以我们说一个灵力 一个呆 然后 五个怎么样 门前 做买卖 这样看清楚了 五个都在外面嘛 对不对 他对外 他就做 做生意 跟外面接触嘛 就做生意 买卖 买卖 然后就攀圆 取相 就是这样子嘛 然后呢 一个在家 把帐拍 就是第六意识 他在里头 管帐的 什么都是他管的 因为他是总经理 所有的想法 就是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 所以我们修行 也靠他 造业 也是他 都是他 我们学佛 就是要改变这个 总经理 那一切就转变了 世界就变化了 所以就一切 我们的工画师 这个世界就改变了 只要你改变这个工画师 OK 好 那这个是 我们先复习一下 然后呢 我们说呢 这个巴士呢 他有 他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维世学神奇的地方在哪里 先 第一个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啊 第一个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这个阿兰夜市啊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说万法为世 一切都是为世所现 所现 就是变出来的 山河大地 宇宙万物 我这个身体 全部是阿兰夜市变现出来的 就所有的物质 是我们的心变现的 我现在科学家已经证明了 所有的物质来自于心电波 真的科学家已经证明了 那所以 这个他怎么变现 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神奇 他怎么可能变这些宇宙万物 你的阿兰夜市怎么可能变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问过 为什么会这样子 有没有问过 那所以今天就让大家询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 其实这个阿兰夜市呢 他其实有三个东西 三个东西 这个阿兰夜市呢 他有藏士 对不对 他藏的呢 叫做种子 他在他的仓库里头 装的叫做种子 那这个种子 其实不是有形有相的东西 只是我们称它是种子 它只是一个潜能 简在的功能 其实就是我们善恶 过去所有善恶的业力 我们所有的每一个念头 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 你接触每一层的 每一个每一个 全部都是种子 全部藏在里头 变成种子 那这个种子呢 怎么样 它碰到了缘分 就是缘成熟了 或是你善恶的因缘成熟了 它就会怎么样 现行之 它就会变现出你该遇到的人 你该看到的人事物 你该看到的这一切一切 该摸到的 所以这个六成都是它变的 我们叫做种子 生 现 情 那这个 你这个 所以它创造了 它创造了整个气 世间 我们说世间 整个气 世间 就是说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生活环境 宇宙一切 是它变出来的 譬如说呢 有什么 这里有夸胡有写的什么 共 中 共 就是我们 这个 为什么 我们会 我们大家一起 不是我的阿来业是创造的 是你 我们每一个人的阿来业是创造的 我们一起创造的 所以神奇就是在这里 我们一起的阿来业是创造的这些善和大地 所以有共 中的共 就是共业 共业中的大家一起享用的 譬如说什么 譬如说 譬如说我们 我们威斯科威娜这个山 这个山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的人 大家都看得到 这一个山 是谁造出来的 就是我们这些全部的人的阿来业是变出来 所以它是 它也不是一个人 它是每一个人的阿来业是 然后你知道很神奇哦 如果 呃 一些人死了 哦 这里都有些人死了 这个山哦 会变哦 会变矮哦 真的吗 真的 会升 会高 有人生出来 就是有人 因为每一个物质啊 都需要人啊 的意识去支撑它 你看那个没有人住的房子哦 它一下就坏掉了 它本来是物房对不对 没有人住的房子 因为没有神式的支撑啊 它一下就会坏掉 就变成一个废墟 因为没有人 人气在里头 一定要有阿来业是的支撑 物质才会显现 才会不会坏掉 所以 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但是 维师学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所以 有共中的共 就是大家享用的 大家享用 那还有什么 共中的不共 譬如说 我家 我的家是共业 因为你们也看得到我家 对不对 但是 共中不共业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住在我家 你没有住在我家 所以 大部分时间就是我来受用这样子的火爆 所以我家就 我家就没有 没有这个山和大地 这么公开 这么共业 这么共业 所以它叫做 它叫做共中的不共 共中的不共 然后呢 这个阿来业是呢 又变现了什么 你的身心世界 它叫做什么 根 根 生 根 生 就是你的六根嘛 对不对 跟你的身体 这个也是 大家的阿来业是变的 所以它有什么 它有不共中的共 什么叫不共中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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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现在这个身体啊 你看到我 对不对 你看到我 对不对 我现在这个身体 你看到的部分 叫做不共 因为是我的身体 但是中的共 因为你看得到我 对你看得到我 但是什么叫不共中的不共 譬如说我里头的神经系统 你看不到的 所以是不共中的不共 因为你不会感受到我里头的神经系统是在做什么事情 譬如像 像你这个 你看我 你看我的眼睛 对不对 我的眼睛好好的 你不会知道我眼睛有问题 但是我知道我眼睛有问题 因为这是我里头的东西 我们在维师学叫做镜色根 浮现在外面的我们叫浮成根 那所以这个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所以宇宙万物只要是物质 都是阿来业是变的 所以没有一个物质不是阿来业是变的 这是一个你需要去深入去体会的一个事情 它其实是很神奇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 全部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阿来业是种子现行生出来的 生出来的 OK好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心啊 会去看外面的世界 我们的心啊 会去看外面的世界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外面的真相 不是 不是 是假 是假 OK 什么意思 就好像 OK 我们这个 我们这里有几个新的名词要学 这个 心事啊 每一个事呢 它都有事变 就是我们每一个法事啊 八事都有事变 都会变 什么叫事变呢 它会变现出来见分还有向分 什么叫见分 什么叫向分 它变见分跟向分 见分就是能看外面的一个心法 它自己哦 这个像第六意识 它自己就会变出来一个见分 就是要看外面东西的一个见分 然后呢 它还会变出一个什么 向分 向分就是一个影像 它自己还会去变现一个影像 给它自己去看 给它自己去想 给它自己去想 所以 所以 第六意识啊 它其实 六层啊 六层呢 我们叫做有本质的像分 还有什么 影像的像分 什么叫本质的像分 本质的像分是什么 就是六层 对不对 所以你所看到的这六层 全部呢 你在外面的那个境界 它叫做有本质 就是说它有真实的物质 它本来就在那 对 它有本质的 对 它有真实性的 但是呢 我们自己的 我们的第六 我们的每一个式呢 它会创造出一个像分 是影像 是你自己拍的一个影像 所以你看得到的 都你都看 其实我们都看不到本质像分 我们只看得到什么 影像像分 我们只看到影像像分 每人看的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看到你是这个样 对 因为我们每一个的镜片都不一样 其实它是一个像camera 就是像一个镜 就是像一个照相机 我们照是这样照 对不对 你外面有一个影像 对不对 其实你外面的影像 你根本都一直看不到 你是一直这样看的 你是用这个镜片 你只能拖到这个镜片 这样子看 你只是这样看世界而已 所以每一个人看的 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每个人的 创造出来的影像像分 都不一样 你知道很神奇 我们常常讲一水四界 我们就是用不同的维次空间 然后我们说水啊 人看到的影像是什么 就是水 对不对 我们觉得这是正确的 可是你知道吗 天人看到水是什么 是琉璃地 他看不到水的 他看到是一片琉璃 像水晶的地 然后呢 鬼看到水是什么 火啊 他看到的影像像 他看到的是火啊 那你说谁对 你不能说你是人 你就对 没有对 那你说水到底是什么 你告诉我水到底是什么 所以没有正确标准答案的 所以我们说 那所以 第四个是什么 鱼 鱼看到水是什么 我的空气 我的房子 很高兴 他就在里头游 这就是他的房子 所以 那你说谁对 你说谁对 不是说你是人就对 对不对 不是说你就是对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像像分 不一样而已 我们每一个人的阿兰 我们的巴士所创造出来的影像像 都不一样 所以你看 这是一件多神奇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我们不要也 我们对 我们看的都是真的 你看的都不是真的 我一次学师告诉你 你看的全部都是什么 错觉 你看到的不是真的 你看到的 其实你要看 你在明天 你再去看看 你对面的山 你会有不同的感觉 你会觉得 哦 这个是一个影像的像分 这只是一个影像 我不应该执着 或是你在吃一个东西 你就会看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影像的像分 我看到的食物是这样子的 我不应该觉得 好好吃或很不好吃 你应该把你的感觉 我值的感觉 都丢掉 都丢掉 那这个就是 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然后呢 我们主持有一句话 讲得非常的好 他说什么 心本不生 因静有 这是什么 本来 我们的心 是不动的 因为有静 你的心 才去一直动 所以 这是一件很神奇的 就是 心本不生 因为心本来就是不动 很清静 本来就变法界的 那你为什么 碰到外面 你就一直动 好吃不好吃 好看不好看 好听不好听 你为什么就一直跟着外面 心随静转 你为什么要这样转 维持续就是这样 你不要跟着外境跑了 也不要跟着你的妄想走 你应该处在一个定中的状态 活在你的佛性当中 这个才是真实的你 其他你对着外境的你 这些都不是真实你的感觉 或是你 或是你因为你我 只呈现出来的一个你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秘密 就是在这里 所以心本不生 我们是因为有环境 有六成 才开始心的活动 所以维持续讲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为事所限 就是什么样 就是所有的果报 受用果报 所以这个为事所限 是谁限 谁限 第八对不对 第八的仓库 其实这个仓库变出来的 OK 然后为事所变 是谁 第六 所以变现你过去业力的果报 是第八 然后现在造业的是第六 造业我们叫为事所变 因为你会 你知道你这个 你这个第六意思 所以我这里写了一个 是什么 现行怎么样 虚种子 就是说 你这里是变现果报 就是种子 生 现行 那你这个 你这个我们叫做 自变 自圆 自己变现了这些影像 那你自己又去圆它 就是攀圆它 然后你攀圆它 叫做现行 第六意思去攀圆这些镜 叫做现行 现行了又会怎么样 虚习成种子 然后它又存到哪里去 第八意思 又存回去 所以这个箭头是怎么样 是互相的 互相的 就是你变现果报看 看到没有去接触 那我又开始 因为这些果报 我又去造业 那我再还给你 那我再还给 我在存在你的仓库里头 这样子叫做什么 这样叫做业果的相续 所以我们为事学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叫做横转如暴流 就是永远这样子轮回会不会停 你永远这样 你轮回永远不会停的 你就是每天活在这样的境界 它是很转向那个瀑流 瀑瀑 你知道吗 它是永远不会停的 就是永远这样子 六根结出六成 然后产生六事 你又造业 造业以后又存进去 然后它又变现果报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轮回 所以轮回的真相 就是为事学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改变什么 改变什么 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学佛法 我们所有的思维佛法 听经文法 就是在做这一件事情而已 就是改变我们的第六意识 让它是不是跟着 第七意思的我职去思想的 不是听这个太太的 而是听谁的 听谁的 你听佛的 听佛的 佛教我怎么想 我怎么想 因为它是 它已经过来人了嘛 它已经醒过来了 我们还没醒过来 你就要听醒过来的人的话 你不要听你自己身边人的话 那这个你永远都出不了 你就永远就出不去了嘛 现在呢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 改变这个第六意识 问题就是在 我们如何改变它 现在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那所以 所以呢我们这一句话就是 你就是要改变它呢 你就是要 心能转静 则同能来 那我们的心怎么转静 心怎么转静 心怎么转静 第一个 这个 其实这句话 是愣眼睛出来的 那这句话 愣眼睛在讲的是什么意思 它愣眼睛的心能转静 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做心能转静 什么叫心能转静 OK 心能转静在愣眼睛 当你不执着所有的环境的时候 就是心能转静了 就是你的心不跟着外面的环境跑 你就是不 你不取不动 这样子 你就是在转变境界 你就会种不同的东西 到这个里头去 你就是醒过来的人 所以它是一个很深的什么 很深的什么关 空关 空关 它是一个很深的空关 叫做心能转静 就是当你再也不执着所有的相了 叫做心能转静 因为你不再跟相跑了嘛 对不对 你知道所有的相都是虚假的 那这样子你就是醒过来的人 就是因为这我们就好像在做梦嘛 对不对 这一切是一个梦境 你只是要怎么样 醒过来 佛法就是叫你怎么样 醒 你只要醒过来就会发现 这一切是假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转静的办法 那第二个转静的办法是怎么样 是刚才是修空关 对不对 现在要修什么关 假关 怎么样心能转静 要用假关 要提起 提起什么 提起你的菩提心 那其实最重要是 像这个心事工化师一样 其实你要提起你的什么 你的什么 你的第六意识很会想 对不对 你要让他想像 你要开显他的什么 想像力 什么叫开显他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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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要 你要每天让你的第六意识活在佛的世界里头 懂吗 就是你要想的 不是这里头的这些人世间这些世间的假象 你要常常的去想佛 所以《华严经》不是 以前《华严经》不是讲吗 一生骗你差成佛啊 对不对 我们一个身体 《华严经》的思想是什么 是你每次做礼拜的时候 当你在一拜的时候 你的身会分身到无量无边的佛刹 去拜每一尊佛 你的心力要这么的强 去想像你的身体 可以化身到每一个佛国 所以当你在这里 你现在人正在这里 在这个环境下 拜一拜 你都已经怎么样 你拜到了 十方世界的佛 那这个 你就是我们这个叫做观修 用观想 来修你的 你需要有很深的 一个定力 还有很深很深的什么 专注力 应该是专注力 禅定嘛 就是一个专注力 你要有很深 而且你要怎么样 你要很相信 我现在 我观修 我看到十方一切一切的佛 就在我眼前 很清楚 一尊一尊佛 那我的身体 也化身了 无数无数的佛 身体 在所有的佛面前 这样子 我再一拜 哦 所有的佛 都给我拜到了 那这样 你要常常的 去这样子的观修 你的第六意识 就活在 你这个 存进来的东西 是怎么样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存进来的是 佛的世界 死法界当中 你是活在佛的法界 所以这个是很强的很强 这个 离开了我直的世界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是活在第七意识的分别当中 但是如果你发了菩提心 观想的是佛的境界 那你活在的就是佛的境界了 所以我们说 你也要用这样的心来怎么样 来念佛 念佛 什么叫用这样的心来念佛 如何用这样的 心能转静的心来念佛 每一句 阿弥陀佛 都是怎么样 每一个 每一句 阿弥陀佛 就是一尊佛 这是你的佛性的展现 每一尊佛 其实就是你的佛性 那你每一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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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一尊佛 就是你佛性的一尊佛 他不只是外面的一尊佛 是你自己本具的一尊佛 所以我们说念佛心 怎么样 即是佛 所以你要会利用你的第六意识 不要利用它造业 你要利用它怎么样 来做什么 来修行 来修行 然后呢 还有就是你在人世间 要利用你的第六意识 像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在人世间 今天就不要怎么样 我们要有正面的思想 不要让你心里有什么 负面的思考 你要是心里不喜欢谁 不喜欢谁 你常常有很多抱怨的念头 你就是活在那个世界里 如果你心里头画的画 你心里头造出来的世界 都是充满了爱 充满了慈悲 那你就是活在 你至少你没有升天 你至少也是在很好的法界 你也是在善的 如果你常常是埋怨的啊 生气的啊 那你创造的始法界就是什么法界 就是地狱啊 恶鬼啊 祝神啊 所以因为我们知道 一切都是我们心造的嘛 对不对 始法界真的是我们一切的心造的 所以第三个就是你要知道 心能转静啊 就是要怎么样修一切的什么 善 所以唯士学其实是叫你断恶修善 因为让你看到因果 果报的现前 让你不要看到你怎么造业的 让你转变 转变 让你真真实实的 从这个 唯士这个像中呢 让我们看到 哦 原来我们的世界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也不要气馁 你看到你的世界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要从这个染污的世界里头出来 到一个极乐世界的心境去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修的 那所以今天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到这里 谢谢大家